何鸿燊现年61岁的二房长女何超琼依然活跃在各种社交场合中 她出众、大气、天生一副大小姐的气质 上得了台面、出得了听堂 也难怪能成为如今何鸿燊家族的领头羊 何超琼可谓是日理万机 举办的活动一个接一个 这才结束了何鸿燊家族酒店的开业典礼 在众人还在为这场酒店开业盛典讨论不止的时候 何超琼又投身到了另一个活动中 这次的活动是她主理的美高梅琪所举办的慈善拍卖活动 同样是盛大而隆重 依然汇聚了各方名人 霍英东长房孙子霍启山也出席了这场盛宴 美高梅与保利文化主办的这场慈善业的主题叫做 谱写华章慈善拍卖之夜 这是一场慈善晚宴 并且是以拍卖文房莫宝 古代瑰宝为主题的晚宴 所以也可以称为国风慈善活动 因此参加这个活动的不少名人 都是以中式造型现身 身为主理人的何超琼就是如此 不得不说当天的何超琼的打相当典雅 温婉 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只见她穿了一套白色改良旗袍现身 这套旗袍看起来很素 但是设计相当精美 在胸前绣上了图案座椅点缀 腰身已收腰处理 以此展现出东方女性的之美 而这套旗袍绝对是为何超琼所量身打造 穿在她身上展现出的 就是如之前所说的东方女性的曼妙与婀娜之美 由于是量身剪裁 所以玲珑浮屠 尤其是腰部 如此纤细 可见何超琼的身段 身材之好 何超琼穿上这套旗袍 手上戴了一个精美的玉镯子点缀 耳朵也戴了一对玉智耳环 整体看上去 大放而婉约 在她身上散发出的就是中国女子的魅力 加之这完美的旗袍驾驭 由那道外彰显出的就是大小姐的气质 无愧成为全场的焦点 何超琼是这次慈善活动的主办方 她在晚宴开始之前 还上台发言 致辞 到底是见过大场面之人 在台上的何超琼颇具王者风范 举止得体 举手投足都是个人魅力 赢得阵阵掌声 在活动开始之后 她又要忙着招呼不同的宾客 进行各种社交 包括合照 还别说每一张合照 她都展现出了最完美的一面 堪称何鸿燊家族的门面 并且有内涵的门面 其中一张与作曲家谈顿的合照 完美至极 合照中 何超琼双手搭在一起 放在小腹前 对着镜头微微侧脸 展露浅浅笑容 优雅而端庄 加上这一身旗袍的装扮 真是风华绝代 在一场慈善活动中 同样有不少名人参加 在场就看到了霍启山 没错 又是霍启山 在之前何鸿燊家族举办的 范思哲酒店开幕仪式上 霍启山也露脸了 当时她是陪着父亲霍振婷出席 因为霍家是何鸿燊家族的生意合伙人 而霍振婷与霍启山都是董事局成员 他们参加是必然的 没想到这一次何超穷举办的慈善晚宴 霍启山出席了 想来她应该是代表霍家 代表霍振婷参加的 霍家与何家是世交 霍振婷与何鸿燊长房的女儿何超英 是青梅竹马 如今与二房的子女为生意合作伙伴 可见关系相当好 霍启山出席这场慈善活动 在打扮上没有太大的亮点 穿着黑色西装 白衬衫 这是常规也很稳妥的打扮 虽然打扮上没有亮点 但是霍二公子的颜值真是无可挑剔 怎么说呢 霍启山已经年过四十岁了 但是在她的身上依然有着满满的少年感 所以显得年轻而有活力 加之她的五官又俊俏 身材也高挑 她在合照中往人群里一站 很轻易的就能成为最亮眼的一位 同时也是场内非常受欢迎的一位 很多宾客都争相与之合照 霍启山频频出席各种社交活动 尤其是这种大型的慈善活动 实际上她都不是代表自己 就如之前所说的事代表的是霍家 以及霍振婷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无意外 她将成为霍振婷的接班人 至少是负责生意方面的 她如今在霍家事业的身份是副总裁 同时也是何鸿燊奥伯的董事局成员 所以在与何鸿燊家族的奥伯相关的活动中 几乎都能看到她随着霍振婷出席 她与何鸿燊家族的第二代 尤其是二房的成员往来 也算是比较密切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她将会独当一面 独王二房长女 在3月26日出席 宝丽文化美高美慈善晚宴拍卖会 她在最新活动上 一改往日风格 选择一件白色旗袍 穿在身上风韵油存 气质与仪态简直绝了 不少网友都说 即使是超模也不过如此吧 作为六巡老太太 何超穷被岁月很眷顾 她出席慈善晚宴 一袭白色旗袍 可把人美到了 这件旗袍还是五分秀宽松 裙摆到小腿 脚踩一双高跟鞋 气质更出众了 她在人群中是那么的惹眼 旗袍袖口还是开叉设计 绣出纤细小臂 手腕上还带着一款 绿色的玉镯子 这款手镯点亮全身成亮点 从前面看从后面 看多这件旗袍裙 都非常的完美 修身的款式 裁剪高级又得体 还很好地展示出 女人的阿诺多姿身材 这是何超穷的最新造型 无论是气质还是一态都满分 不愧是豪门名媛 她穿着优雅的衣服 无需美颜与滤镜也出众 在女性众多单品中 旗袍是独特的存在 十分适合年龄的女性 能充分展示出女人的独特魅力 比如61岁何超穷 一袭白色旗袍优雅的骨子里 还尽显东方美 旗袍来源于满足其人的袍子 最后被设计师设计成迷人的旗袍装 这款衣服非常的考验女人的身材 非常的修身 如果是身材风雨的女人 最好加一件开衫搭配 效果会更完美 据悉 何超穷并不是第一次穿旗袍 之前出访清华大学就穿过 当时是穿一袭蓝色旗袍 外面还搭了一件黑色外套 梳着一头短发 很失概念又利落 她穿蓝色旗袍 并没有佩戴任何首饰 端坐在椅子上 尽显优雅又贵气 一看就不是普通女性 坐姿挺拔仪太美 试问年过六旬的老太太 有几人能比得上 年轻时的何超穷 也穿过白色旗袍 还是和赌王父亲一起出席活动 梳着偏分刘海玩起秀发 尽显高贵迷人气质 还长着一张福气脸 相比一旁的妹妹和何超凤 她太养眼了 二房一家和赌王拍合影 少女时期的何超穷 穿着小白裙 站在妹妹旁边 梳着披肩发型 太仙气飘飘了 还有她的妹妹 也穿着连衣裙 一家人都打扮隆重 应该是庆祝什么节日吧 61岁何超穷 最新婉宴照 一袭白色旗袍戴玉手镯 尽显古典大气之美 她年轻时 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女 和前夫许进亨大婚时 一袭白色礼服裙美成焦点 佩戴的钻石项链也闪耀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迷人光芒 可惜前夫不知道珍惜 白色代表着纯洁与优雅 白色单品原本就清新养眼 白色旗袍更高贵典雅 不但是一款优雅的裙 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传承 十分适合成熟女性 出席婚礼 晚宴 派对都可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